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邓先生 21岁来自湖南学生 女嘉宾韦女士 21岁来自广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说说吧 怎么认识的 就是在一个大学金子群认识的 看他一个头像 一个锁骨 我就以为他是他本人 我就加了他 然后呢 见面的时候 发现他长得挺好看的 就决定了追求他的 锁骨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好看 被一条锁骨吸引了 是这意思吧 是这 一根锁骨带来的一场爱情 不是这意思吗 我说他有错吗 他以为是我的照片 结果不是 对 就那个锁骨是谁的呢 是我在网上编的 不是我的 感谢那个不知是谁的锁骨 成就了一段姻缘 我只能这么理解嘛 小伙子也很坦诚 看到一条锁骨 然后说 这个太美了 就开始聊天 是这意思吧 然后一见面 发现果然很美 然后就追他了 一开始追你的时候 是不是对你特好 刚开始在一起 是挺开心的 追了一周之后 他就把我们的合照 给他父母看 他心里是承认我这个女朋友 我觉得就是在他的心里面 还是有位置的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很幸福 还有就是那时候我去找他 我们一起去散步 很开心的聊天 我们散完步之后 他就去打篮球 穿着白色的T恤 我就在树营底下 看着他打篮球 只是很帅气 我觉得就是 我想要的那种恋爱的感觉 感觉跟他在一起 很幸福 他也挺帅的 我就觉得很开心 听明白了 一个喜欢一条锁骨 一个喜欢运动场上 白T恤的男生 是这意思吧 对 很浪漫 很多爱情都是这么开始的 后来呢 往后说 后来他就开始的嫌弃我 总是挑我刺 挑剔我 就很挑剔 比如说 我们一起去买水果 回来 我自己本身也挺喜欢吃水果的 然后我就把水果 差不多吃完了 他就说 怎么把水果给吃完了 他还说 我是个胖妹子 说我吃得像猪一样 其实这件的 但是我跟他去买水果 买一些香蕉啊 梨啊 他吃了香蕉就吃梨 我觉得这件吃水果 会拉肚子 对它不好 我就让他少吃一点 更过分的就是 要我出门 都要化妆 什么穿裙子啊 穿高跟鞋啊 打扮得漂亮一些 还要求我 必须要留长头发 之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是留长发 现在把头发剪短了 他就很嫌弃我 当时我剪头发的时候 他很生气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女生 一定要留长头发呢 因为我喜欢长发的女生 长发飘飘的 像有一种女神范 然后她化妆 也挺好看的 我就让她每天 很漂亮地面对我 我是这样的 就是喜欢长头发 对 那你要不穿裙子 跟她出去的怎么着 就是有一次约会 我们去看电影 我就穿了一身的运动装 还有运动鞋 走在街上的时候 她都没有牵我的手 还有去看电影的时候 中间也隔了一个空位出来 这是为什么 因为她当时去看电影 她打扮得很随意 感觉不尊重我的表现 看个电影 你要打扮成什么样 穿完礼服 像其他情绪打扮得很好看 她就一身运动 好像去端念一样 不喜欢 所以你就不牵她的手 那我觉得舒服 是这意思吧 那为什么中间 还空一个座位呢 因为我想跟她 保持点距离 还有就是我们 一起走在马路上 她老是东张 希望了看别的女生 对别的女生 平头论主地说 哪个美女好看 哪个女生性感 我就是丑妹子了 安美知情的人都有 你在街上 看了个帅哥 你也会看 那我 你女朋友在你旁边 你这么对我说 你觉得合适吗 我当时说那些妹子很好看 就是想让你打扮 跟她们一样 就是得体一切 打扮整形 我觉得你对我的要求 太严苛了 就连我平时 扣个牙 哈个气啊什么 她都不允许 她要我保持一个 女神的形象 什么都不要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躺成相见 不是那你有压力吗 她很嫌弃我 现在她慢慢地觉得 我变得不好看了 变得丑了 我又不是之前 整容变脸了 我又不是整容失败了 凭什么这样子说我 不是因为 她之前第一次见面吧 打扮得很得体 很好看的见面 现在在一起之后 很随意 有时候她就是去工作 去兼职 她都是画了专 去见别人 回家就苏妍照面对我 我不喜欢这样 不是 她回家 不对你苏妍对 哎呀 我的天哪 这叫挑剔是吧 对啊 还有什么呀 姑娘这小子 还有 我觉得她特别地好面子 要面子 特别地虚荣 虚荣 你说说吧 她有一次微博 发自己的自拍照 我就在下面评论了一句猥琐 她就马上发微信 自问我说 我这样子做太不给她面子 就马上要我杀了那个评论 我就觉得 就谁开玩笑的 评论一句也没有什么呀 我觉得她这样 回复一句 会随后我的形象 到时候我朋友 跟我同学怎么看我 不是你什么形象 我不是这种微博形象 她这样评论 我到时候 我同学跟我朋友 看到她会怎么说 你介意他们说 你眼睛小吗 这个不介意 她眼睛本来就小 所以你以后不要发猥琐 你就说眼睛 那也没事啊 她同学都认识她那么久了 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她就很生气地 所以你觉得 你同学都认为 你很猥琐是这意思吗 没有 我很正直 不猥琐 正直 所以人家发个猥琐 你无所谓吗 对啊 就好像你不介意别人说 你眼睛是小眼睛一样 对不对 还有我觉得 我发现我们现在 金钱款也不同 之前我去兼职 赚了一些钱 我就是需要 该买的护肤品 一些衣服我就买了 她就翻看我的账行记录 看一下我的钱花哪去了 她一看 那么多钱都买护肤品去了 她就很生气地说 你这种女的 我养不了你了 是你自己摆东西 对 是我自己赚的钱买的 她翻看你的账单 对 她说我花钱大手大脚的 我觉得你那个评论是对的 姑娘 我自己赚的钱 为什么我就不能花呢 我也不是花我父母的钱 我更不是问 对 为什么不能花呢 她刚开始做了一段金子嘛 赚了一千多块钱 然后她一下就花完了 我就想看她 站在那纪录 到底花了些什么 她买了些花 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花你的钱了吗 没有 那这不就是猥琐了吗 我就想要她 节制一点 现在还是学 节制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有啥关系 她是你又不是 她没花你的钱 我还是觉得她花钱 要花得正方便 所以这个年轻人 谈恋爱的时候 不要就一下就那么近了 什么都要管起来了 要给别人 是吧 你接着说 又嫌弃我不化妆 又嫌弃我买护肤品 还嫌弃你什么 还有就是 她老是欺骗我 爱说谎话 她老是骗我说 她身边有女生追求她 让我有危机感 特别的虚荣 有次她说 她跟一个女生 在房间里面学习 是她同学 还发了一个照片 上面写的就是 一个明信片 很暧昧的话 那时候我真的很生气 是这样的 当时看到一个 等于短视频 想测试一下 你的女朋友 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我就看到一个明信片 我就发了她 看看她什么反应 然后我感觉是在乎我 但是很开心 我没想过不过那么多 听明白了 那你觉得她在乎你吗 在乎我 那她干嘛还要跟你分手 她不理解我 她说我总是欺骗 她其实有时候 我是开玩笑 本来就是 我最讨厌别人 这样子讨厌我了 我喜不喜欢你 你平时的细节 都看不出吗 为什么还要 做这种幼稚无聊的事情呢 我当时就想 确定一下吗 我在那里那么生气 你在那里还在开心呢 所以姑娘 你今天来确定 是要分手的吗 是想分手 但是她觉得 她做的这些是对的呀 没有错 上次还有 就是她跟一个女生 出去玩 还把他们两个人的合照 发到朋友圈 叫她删了她 也不删 就是很亲密的 但是那个女同学 她给我介绍工作 我答应跟她一起出去玩 还是她说拍照 我觉得普通朋友的名义 跟她拍照 我觉得没什么 然后她要删 我觉得删了 那个女同学怎么看我嘛 什么叫没什么 那些你的朋友都以为 那个女生才是你的女朋友 下面人家都评论了说 哎呦秀恩爱啊 她才是你的女朋友 那我呢 我就觉得很生气 我觉得她所做这些 我觉得让我无法理解 但是她又觉得 她自己做得很对 她能答应其他的男同学 出去玩吗 如果是普通朋友的话 还是可以的 别管 那是能不能去吧 可以 能不能照相 也可以 亲密的 不可以 普通朋友嘛 照一下 那要看看 她就 反正她不化妆 她穿着运动服去 行吗 可以 穿着运动服可以 亲密的照 你这什么心理 你要找个什么人啊 孩子啊 她要找女生级别的 啊 她显然不是对吧 但是她可以慢慢努力啊 听明白了 所以你现在要分手是吧 对啊 除了这些事 平常她对你好吗 对我好 还没有 平时都是一些吐槽 我说我胖 胖妹子 丑妹子的胭脂地 啊 那我听明白了 是吧 希望吐槽 但是她没化妆的时候 我就这么说 我说你化妆嘛 那你觉得你帅吗 我觉得还好 特别有虚荣心 你 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你要老师们看看你 就你给她容颜打多少分 就在女的里面 她能打多少分 及格吧 六十 那你在男的里面 能打多少分 八十分 好 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秋皮特分卷 我看啊 你多高啊 一米七七 没有吧 有 你把鞋脱了 一米七五 你的鞋根挺高的 一米七五吗 嗯 我看有一米七三 有 一米七五 有吗 有 算上头发 有啊 行 那咱俩讨论一个事儿哈 就是你心目当中的女神是谁 迪丽热巴 你觉得 哦 嗯 嗯 迪丽热巴 能做你的女朋友吗 不能 好 她能变成迪丽热巴吗 不能 她变成迪丽热巴以后 能做你的女朋友吗 不能 你女朋友说你虚荣 我觉得说的一点都没错 每天就自导自演一些电影画面 想象着自己和迪丽热巴谈恋爱 可能吗 还有就是 为什么一直会骗她 说你身边有女孩喜欢你这件事情 你是在测试她吗 不是 你为什么一直在说她胖 我告诉你 你一直在打压她 抬高你自己 照我看 你们俩都是七十分的水平 你把她啪啪啪打到六十 把自己哐当当 抬到八十 你们俩就有差距了 明白吗 明白 明白还这么干 人家就这么计算的 哪能不明白 虚荣心比较强的人 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办法认清自己和他人的状况 然后虚构和编造一些谎言 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孩子 清醒一点 活在现实当中 没有人会天天在没有事的情况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尤其在我男朋友面前 我需要一个放松的自己 需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他花自己的钱 穿自己买的运动服 怎么就那么被你嫌弃呢 迪丽热巴是美 但你够得着吗 那个可以爱我的 我也可以爱得到的 我们共同甜蜜的谈恋爱的那个女生 才是生活在现实当中 真正的我生命当中的神 所以 清清醒醒 明明白白的 做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认清自己到底是谁 好好的爱那个在你身边的女人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 你要是八十分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每天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一些生理性的东西都不能表现在你的面前 是这样吗 不是吧 我想如果一个女子能做到 在你面前时刻保持精致的妆容 她是女神经 你知道一个道理叫做 极度的自负 其实是自卑的表现吗 其实有的时候 你越想要得到了你得不到 然后对自己又不满意 这个时候呢 这种情绪就会带动你 你这个不是爱 欣赏可能都谈不上 就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所以 我觉得 你在跟她相处的过程当中 除了对她这些苛刻的要求之外 你根本都不怎么在意她的感受 就一件很小的事情 你说朋友圈那个 你跟女生的合照 你不能删 因为删了之后 你觉得那个女同学会怎么看你 那请问 你不会想你女朋友怎么看你吗 如果以你的逻辑在你的心里 你的女同学比你的女朋友 要排位靠前哦 所以如果没有爱上的话 就大家好聚好散吧 有的时候 极度的自负导致的自卑 其实挺可怜的 我希望你找到自信 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谈一段真实的恋爱 接受真实的那个她 也接受真实的你自己 好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删娜老师 来 图老师 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喜欢长得漂亮 所以我就经常在想 我说我妈长得一般 我爸为什么会找她呢 为什么我们的父亲们 找的都不是大美女呢 当然这种事情 是在后来慢慢成长以后 你才会懂得真正的美 也许来自于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来自于女人肚子上的认生纹 等等等等 你在不断地生活当中成长的时候 我会发现一个人 最动人的那种美 恰恰是付出 付出是最美的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 真正有品位的人 是应该找一个 懂得关爱自己的爱人 而不是他的长相有多美 恰恰应和了 网上原来流传的那句话 什么漂亮的皮囊 千变一绿 有趣的灵魂万里条一 你内心如果不自卑 你就不会刚刚主持人 问你的时候你多高 明明只有一米七五 偏偏说自己一米七七 我估摸着你也就一米七三 但这个东西不重要 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你撒谎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内心缺少 那么既然你自己 都是不完美的 你何必去要求对方完美 你可以喜欢美女 你可以把迪丽热巴的照片 贴得你整墙都是 满屋子都是 没关系 那是你的权利 但是针对于另外一个女人 她长得不像迪丽热巴 或者没有那么漂亮 你又有什么资格去挑剔她 甚至因为她穿了一身运动衣 你就看电影中间 都要隔着一个位置 这就有些令人发誓 你也是 你说男人都那样挑剔你 就因为你没有穿 她所要求的衣服 就因为你没有符合她的那种发型 她就要嫌弃你 甚至要跟你隔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男人 你还愿意见到她干什么 你不是自取其辱吗 也许在别的很多男生眼里 你就是个大美女 那你为什么要到她这来 在她眼里当一个丑女呢 你何必呢 对不对 好 谢谢丑老师 毋庸置疑谁不喜欢美呀 你追求的时候一定是追求美去的嘛 但是对美不能苛责 过了就要命了 就今天我们听到的一切 其实这里面就缺少尊重了 我觉得这里面就连基本的尊重都丧失了 因此你病啊 喜欢美 追求美 没有错 过度就错了 女生啊 与其说她不自信 倒不如说你比她还不自信 好了 愿每个人都找到那个又美 心里又好的人 来吧 两位 自己选择吧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承认我之前开玩笑开的里过 不应该试探你 不应该那么对你 但是我是真的喜欢你 还真的在乎你 然后才那么做的 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脑子很乱 让我想想吧 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情 让我真的无法理解 你就不能理解你 就我吗 我当时做真的是喜欢你 挺在乎你才那么做的 我觉得你做这些事情 真的很幼稚 很无聊 根本就是三岁小孩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跟你能不能继续在一起 我以后会把这种毛病都改了的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让我想想吗 我也不知道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就今天这个是我听到的 挺可怕的 我觉得 就是当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 只是穿了一身运动服来的时候 我可以看场电影 我可以隔一个座位 那就是说你是空气嘛 这种羞辱 这个女生怎么能够接受得了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来吧 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从мотр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